虎扑10月29日去曼联此前在欧冠小赌赛中以5-0击败了莱比锡 拉神福德在比赛中完成了帽子戏法 阿森纳民宿马丁基翁在接受BT Sport的采访时谈到了莱比锡中后卫乌帕梅卡诺 基翁表示 曼联在本场大胜莱比锡之后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球队之后是否还要继续寻求引入乌帕梅卡诺 基翁提到所有人都在谈论关于乌帕梅卡诺的事情 但是他本场比赛在防守端完全被摧毁了 不是吗乌帕梅卡诺表现得很糟糕 双引号此前有消息称 曼联打算在明年夏天向来比锡球购乌帕梅卡诺